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志君28岁 湖南辰州人 他的妻子两天前给他生了一对双胞胎 孩子出生以后 谢志君来不及享受初伪人物的快乐 他每天都奔走在各大医院之间 双胞胎儿子的性命被他紧紧的攥在手里 买了脸子去了六千 然后生出来又买了一只 又去了四千多 然后现在又还要买 他这个药是有什么作用啊 他是那个呼吸 那个会 呼吸有点困难吧 然后出境会成熟 孩子刚出生两天 谢志君就花了几万元的医药费 妻子产后休养 两个儿子进入保温箱 上呼吸机 抗肝癌 每一项治疗都花费不少 谢志君的两个儿子是早产儿 出生时他们只有七个月 老大出生时体重只有750克 还不到平均体重的三分之一 老二出生时也只有1100克 由于不足月 孩子的器官功能十分微弱 一出生就得住进保温箱 身上揭满了各种维持生命的设备 为了防止感染 孩子被隔离起来 谢志君一直没有再看过孩子 在谢志君到邪站的路上 他又接到医院的电话 说孩子恢不出现了问题 不是 我那个孩子是不是要打那个钥匙 然后要那个钱 要派人打呢 钥匙吗 那个顾老师啊 他偷偷打电话叫来 你直接去 你赶上面赚钱就可以了 把你的手机 我拿那个手机带给你 对啊 两个孩子肺部发育都很差 几千元一只的药水 从出生到现在 仅仅两天 已经用了三只 你见过这小孩吗 见过 我都还摸了 他给他看了个照 他估计起来是比较机智 他打的那个管子进去 可以管子 写之君是家里的长子长孙 传统的家庭观念 让全家人对他的儿子 寄予了很大的期望 和他和妻子在一起八年 妻子才刚刚怀孕 儿子早产的事儿 写之君一直瞒着父亲和奶奶 大老看下这个卡哪一个是 黄小型小毛的 我交费 小毛 交五千块钱 妈妈 妈妈是的吧 好 谢谢 他说一把货不要 请您打滚海 收集 出院 请说 这段卡是 他四川我姐 你看这里都是 2014 3月14号来长沙 他都打一万块钱给我 那这段卡的 还有五十六块钱 写之君原本想给亲子 买些营养品 补补身体 可是他的卡里不足百远 即便取出来 也无济于事 为了让妻子怀孕 写之君已经花了不少钱 面对两个儿子的提前出事 他真有些措手不及 忙了一上午 他空时间回病房看看妻子 可一进病房 妻子就递给他一张检查结果 写之君看了结果 脸色一沉 急忙去找医生 还有一点点东西在里面 还有一点东西在里面的话是这样的 可以先吃点中药 先看看 好的 先看看 然后你要是亲公的话 他要是愿意的话 也可以先亲公 如果说吃药 那倒不一定 但是大部分情况下吃药是可以的 先亲公就按常湖南话说就撩黑一些 就不用想很多次了 但是你要是说吃药的话呢 他有可能一点点东西排干净 都可能导致出血 你又会再进来 给你们参谈一下 好吧 这个就放在这里 好吧 待会交给你的医生 刚生产完的妻子身体需要及时调理 否则有可能会有出血的危险 来之不易的两个儿子生命垂危 随时都可能夭折 谢之君默默承受着一切压力 他们一家人能够平安度过这场危机吗 未来的不确定 可机灵出现了意外 一次又一次考验着这对年轻的夫妻 各位中午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热线12 我是曹东 听说老婆一下怀上了双胞胎 谢之君非常的高兴 但是孩子一生下来 立马就傻了眼 因为是早产 老大生下来才一斤半 而这个老二稍微大一点 也只有二斤二两 这两个孩子能够顺利的活下来吗 谢之君非常的担心 十千多 大一斤 别高兴 订得定位置 上面好了吗 吃药还是怎么样 她说是要看一下 是要看一下 反正在这里住着药其实像哪里 清宫是比较贵还是在这儿 我也不懂 只要哪个不痛苦的话就搞哪个吧 反正现在就搞点药 搞点中药吃 反正趁不甘心再搞那个也可以 反正现在又没什么很大的关系 为了防止感染 谢之君和妻子很少有时间去探视这对双胞胎 但两夫妻心机如焚 只要有医生来查房 他们都会打听孩子的近况 他刚刚打电话给我 我说那个小孩子呼吸有点空的 又买了一只那个不好吃 不知道一直这样搞下去 那小孩子活着 希望不得打不当 他要度过几个关 包括后面还有感染关 一些其他的关 可能要度过几个关 那么小孩子度过了这几关以后 后面应该就有点点 所以现在你看儿科医生 给你一个准确的答复 可能他们也做不到 我那个医生 我说如果是这两个保下来要高一些 他说这个分量就有点高 我都不敢再问了 他说他打那个比方就是一个都去了20多万 我哪里还敢问 我就是别说是20多万就拿那个零的 我都拿不出来 礼拜六晚上来了一座双胞胎 是男孩 然后的话是只有28周 一个只有750克 一个是一公斤 他们要放弃 28周的孩子 我觉得产生程度量还是非常高的 已经上了呼吸机 上了营养业 然后这个治疗都跟进去了 但是只是说家里面签字放弃的话 准备停治疗 我说那你们就不要停治疗 我说我八点钟 就是一清早就跟家们谈病情 谈情况 看到底是什么原因 谢志军和妻子用了八年的时间 才怀上了这对双胞胎 而且如果他们放弃掉这两个孩子 谢志军的妻子下次受孕的几率 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夫妻俩心里都明白 这对双胞胎对于他们来说 异常珍贵 而且医生说 28周的孩子成活率很高 他们真的忍心放弃吗 谢志军湖南春州人 他的妻子黄秀琴是四川内疆人 两人是2006年 在广东打工的时候认识的 那时谢志军还是个学徒工 每个月的工资只有几百元 那我那一条你用的 什么东西 那他每天 反正我生活费拿不过来 他每个月都给我1.0用钱 然后生活用品 手机话会都会帮我充 对于妻子当时的补贴 谢志军即便现在回忆起来 也有些难为情 正是黄秀琴的慷慨 谢志军才能度过那段 劫据的生活 建议期结束之后 谢志军努力工作 他加倍补偿 这个善良的女人 希望能让她过上安安稳的日子 要收的不要肥的吧 谢志军12岁的时候 他的母亲改嫁到了同村的另外一户人家 只剩下父亲一人照顾他和妹妹 谢志军觉得他们是在别人的嘲笑和白眼中逐渐长大的 读完小学 谢志军就外出打工去了 直到黄秀琴的出现 谢志军对爱情有了全新的向往 相恋两年 就在谢志军要和黄秀琴结婚的时候 黄秀琴却犹豫了 第一次去检查出来 就要我一万多 我老婆打电话都给我哭 我说先借一点了 现在我也没那么多钱 我说要治了 有的治就好嘛 黄秀琴被医院诊断出患有多囊卵巢综合症 这种病导致黄秀琴受孕十分困难 医院当时建议黄秀琴住院接受治疗 可一住院动辄就十几天 这让黄秀琴有些为难 最后谢志军让女友黄秀琴辞掉工作 专心在医院治疗 他自己工作赚钱养家 你一天就要在这做菜的话 算起来一天哪博钱 多点了 有时候做两个 有时候做一个 像这里 这个西瓜四块 这个肉四块 然后再搞两个饭就十块 然后再出一个那个炒菜 他要一个菜多少钱 就三块 至少都要十几块 医院花了几十假 谢志军把这几年攒的钱 都给黄秀琴看了病 可黄秀琴始终没有怀孕 屡次失败后 黄秀琴从感动到内疚 他要离开谢志军 谢志军是家里的长孙 他几乎承载着全家人的希望 娶妻生子 人定兴旺 是谢志军最简单的愿望 可黄秀琴却很难让他入院 这段感情是否继续 谢志军也曾经有过迟疑 但他犹豫再三 还是决定 要和黄秀琴在一起 共同面对这些困难 他其实回去了 回去我才听到 那个医院你说 哪个医院好 我又叫他过来治病的 2013年7月 在谢志军的坚持下 黄秀琴和谢志军 拟了结婚症 这年的8月份 两人借钱做了事关婴儿 就在胚胎 移植到黄秀琴体内 半个月之后 黄秀琴发现 两个胚胎全部成活了 两个年轻人袭击而起 八年时间 将近三千个日夜 谢志军和黄秀琴 终于达成了新月 夫妻两人做好一切准备 迎接新生命的到来 正当夫妻俩对未来 满怀憧憬的时候 一场危机也在悄悄接近 像平常那样去做常规的常规 然后到我们县城里面 医生说我有一个宝宝养水少了 医生就建议我们 说转院去大医院 他说工精精能不全 也很容易导致流产 用了一些抑制公说的药 这些呢 好像师父我们看到了曙光 饱了两个星期 他爬起来 洗了一个头洗了一个澡 结果就破碎了 当时第一个小孩出生的时候 大概只有750克 那么状态不是很好 马上就转儿科去了 转新生儿去了 那么另外一个孩子呢 如果他没有公说 我们还想继续给他留着 后来看了一下 他的这个公说 还是控制不住 所以后来跟他们家属交流以后 他还是放弃保胎了 放弃保胎以后 没多久 这个孩子就出来了 这个伯伯是整体来说 现在来看 就是目前来听到 这个新门子这里奖励还可以 然后的话呢 就是皮肤还是比较的湿运 那个没有明显的明显的肝 没有明显的出血点 肝肿的话还好 肝肿大概是只有一个里面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 就是 肝肿的话 父亲是最称的 没有什么明显的罗音 现在这个时候听到是没有什么心脏的杂音 这些 现在是事关婴儿的话 肯定是一个非常中贵的孩子 他就跟我说 他说那家里面说要放弃 而且当时还签了字 但是我觉得 与这个常理不相符合 而且呢 我个人觉得28周的孩子 应该抢救成功率是比较高的 而且只要我们细心的做的话 应该说这样珍贵的孩子 我们应该给他一个最大的一个希望和支持 孩子有治愈的希望 妻子再次受孕的几率很小 如此艰辛的求此录 谢志军怎么会这么轻易的选择放弃呢 在他签字放弃之后 两个不卓越的男婴 又被医院如何处置 他们还有生还的可能吗 现在对于谢志军来说 应该是处在两难的境地当中 你说这两个孩子 你救吧 是真没钱 不救吧 那是自己的亲儿子 那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完全可以舍身处地的去替谢志军想一想 如果我们是这两个孩子的父母的话 我们又会怎么办 所以呢 欢迎大家拿出手机 扫一扫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 来关注我们的微博 以实现跟我们的更加良性的互动 介绍一下道场的两位嘉宾 这位是早产儿救助基金会的秘书长 马嘉年 欢迎您 茶东好 这位是北京市海淀区妇幼保健院儿科的主任 李英欢迎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那我听说马老师 您家里边也有一个早产儿 对 现在什么样的 我们先按下布表 一会再说 我先问您一个大问题 就今年您手头的这个数据来说 我们遇到的这个早产儿 然后他的父母决定放弃的这个比例 大概有多大 其实打进我们的热线来讲 基本上还都是寻求救助 希望孩子能够活下去 但是在28周左右的孩子 确实是一个是他的经济问题 再有一个确实有他的存活率 还有育后等等方面的问题 所以基本上在热线中会探讨到 我有各种想法的 大概能够达到30% 30% 40%都犹豫 是吧 对的 那这样的一个比例 相比以前您得到的数据 是涨了还是跌了 可能因为之前打进来热线的人 不是很多 那么现在随着各种渠道的畅通 打进电话的 尤其是这种小越岭段的孩子 越来越多 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是逐步升高的 对 那李主任 一般的我们这个家长 遇到这样的孩子 确实心里边都打鼓 是吧 那到底能不能活下来呢 活下来的概率到底有多高呢 其实这样的 随着我们国家的新生 这个医学的发展的话 我们像这样早产的孩子的 救治成活率 是飞速的一个提高的 大概在上世纪80年代前后 我们国家建立的 新生重症监护的学科 在这之前的话 像这样一个孩子的话 基本他们的成活率 到不了10% 现在 也就是死掉9% 现在刚刚相反 刚刚相反 这样的话 我们这样的孩子 救治的成活率 在90%以上 对 但是一方面 是我们医疗技术在提高 另外一方面 说句不好听的 那是靠钱堆出来的 是吧 你看谢志军 你打工仔 一下已经花掉那么多钱了 打一针就需要4000多块 然后短短的几天 就会花掉2万多块 这怎么能够承受呢 对于谢志军来讲 他这两个孩子 如果完全能够保住的话 您给他粗略算一下 最低应该花多少钱 两个孩子还是一个孩子 两个孩子如果都保住的话 我想最保守的估计的话 要15万块钱 最保守 最保守的估计 在这我给您扣一下 到目前为止 他已经花掉了20多万了 确实 您说的这个数太保守了 那如果您在这个医院里 我相信也会经常碰到一些家长 在犹豫 说既然那孩子要是早产呢 我又得花钱 还保不齐能够活下来 其实活下来 是不是还有一些后遗症啊 所以我要放弃 如果您在医院里边 遇到想要放弃的家长的话 你们会怎么面对呢 首先我作为医生来讲 我觉得我们是本着 一个医者人心 这样一个态度 去跟家长去谈 我们绝对不轻易放弃 一个任何的生命 哪怕它是500克 600克也好 这样的 不过也是刚才像您说的 考虑到这样一个孩子 对一个家庭 对一个社会造成的 家庭的心理压力 和经济压力的话 我们最后还是要尊重家长的选择 对 刚才介绍了 马嘉年呢 实际上家里边 也有一个早产的婴儿 是吧 那您现在 是否理解谢之君 这个时候的这种犹豫 完全理解 因为坦诚的说呢 他还牵扯到他的整个的结婚啊 然后在这个孕期啊 要一个孩子不容易 到现在又花费了这么多 这不仅是一个经济的压力 还有他这种心理上 包括家人对他是否理解 对 但是我觉得他们两个口子还好 就是至少在这个方向上没有分歧 那很多家庭会由于这样那样的一些事情 会产生一些不合啊 会产生一些不合啊 甚至离异啊 而且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的心态比较好 现在想的不是说哎 我没有钱 我怎么办 在不断的寻求各种救助 而且呢 妈妈也是从那种我能做什么 我先替孩子做什么 我去留住这个母乳啊 我看他买了这个心态器等等 心态还是挺好的 对 但是真的很不容易 对 你看这个谢之君啊 他是非常的犹豫 这种犹豫呢 马秘书长已经说了 他是比较正常的一种情况 后来他还是前思后想了 也是经过别人的开导 他决定努力 把这两孩子给他保下来 但是非常不幸的是 750克 也就是一斤半的那个老大 还是不幸夭折了 那么老二 也就是二斤二两的这个 现在成了马家人 唯一的希望 谢家人 他说这个 是母乳的话 小孩子的抵抗力就好很多 他们跟我说 他有母乳就尽快搞过去 然后也是刚刚看 刚刚开始试一下买这个买 真的不容易 所以我拿过去 让他教一下 怎么用呢 让他说把这个袋子打开 倒进去 然后就倒进去 喂你好 我是那个 黄秀卿的老公 我弄了一点母乳过来 谢之君 谢之君签字放弃以后 医院并没有给双胞胎停药 谢之君也尽可能满足医院 除了费用以外的其他要求 从治病到做事管婴儿 谢之君和妻子黄秀琴 一共花费了将近20万元 这笔钱对于这对外出打工的年轻夫妇来说 的确是个不小的数目 从这个生命的稳定到这个能够灵厂达到一种能够自己喝奶啊 能够慢慢的那种稳定的状态这个阶段比较长 所以的话来就是说夫妻支持啊 免养支持啊 然后的话抗感染要靠医护医院的这个照顾 护理来度过这个难关 所以这些费用加在一起的话确实是比较高啊 我当时都同意了两个人放弃 孩子对于这个家庭来说太过重要 可费用却把这对夫妻挡在了幸福之外 谢之君曾经想过 如果放弃治疗 也许他和妻子还可以攒钱再做一次试惯婴儿 可如果继续抢救 万一十几万元打了水漂 他和妻子就再难翻身了 正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 出生重量只有750克的老大 发生了危险 后来在那兵役馆我还把他打开了 然后把他身上放了一点那个钳子之类的 手上带了一个圈圈 写了我的名字 那个圈 也就一根笋子 我身上也没什么东西吧 很简单 一根笋子 然后笋子上挂了一张纸吧 挂了一张那个硬的纸壳 然后写了我的名字 写了谢志军的毛毛毛那样 尽管谢志军和妻子 已经做好了失去孩子的心理准备 可是当他们真正面临分别的时候 却无法承受这种痛苦 那个老婆还有我姑姑她们 她说没那么多钱 就先就一个试一个吧 身上有多少钱就拿多少钱出来 目前为止 这里接战了 花了一万五吧 然后那 现在那个就没算 那这个人还是那个没解 光他是一万五 还有我 那个确实那个大毛 哦大毛 那个就是第二天中午就走了 再加上他的 就一万五来 为了能让儿子得到更多治疗 谢志军决定 让妻子出院休养 可是这段时间 谢志军的妻子 又得给孩子提供奴辱 所以他暂时无法回老家 谢志军只能在医院附近 租一间房子 把妻子安顿下来 谢志军租住的地方很小 除了一张单人床之外 几乎放不下什么东西 这样的房子一天 三十元房租 尽管这已经是 谢志军在医院附近 找的最便宜的房子了 可是这笔开销 仍然让他有些头疼 你先交几百块钱吧 我还是这样说的 那先交四五块钱 那就等一下再补一百块钱 等一下再取几百块钱 再给你一百块钱 身上的积蓄 基本上都花光了 就连借了的几万元钱 也给孩子交了医药费 谢志军安排妻子住下 他决定 回老家 筹些钱 另外再给妻子 收拾一些换洗的衣物 他也不确定 他和妻子在长沙 还要待多久 你睡觉就在上海啊 我老爸就在下面 我跟我老婆就在上海 你那时候 你那时候说 不让你老婆回家住 因为这个是吧 因为我一个人在家里 也没人照顾她 然后我老爸又是在下面 不方便 这样爬楼就爬来爬去 那你这次回来 给你老婆收拾东西呗 我要给他拿几件衣服 就可以 是吧 这衣服在哪 在楼上楼上 在下面 在下面的位置 一些银条 这个话不安全 谢志军的父亲和奶奶 就在他回家的前一天 才从电话里得知 欺负黄秀琴早产的事 这才知道 谢志军的大儿子 已经夭折的噩耗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 两个老人来不及被伤 就陷入深深的焦虑之中 这是我老婆的衣服 这些早上都没吃 你能拿多少是吗 没有 我老婆是从我姑姑那里找的 毕竟我姑姑衣服在这里 先这种衣服 都是我表妹帮她买的 她是在我姑姑那里 我表妹去县城的时候 就有时候帮她买衣服 买牛奶她知道我们也没什么 一边给妻子收拾衣服 谢志军一边想着 怎样跟亲戚张口借钱 妻子前前后后花费的那些钱 有一部分是自己攒的 其余都是和亲戚借的 这次回来 到底能借到多少钱 谢志军心里没有底 儿子到底需要花多少 他心里更没有数 他心里很清楚 自己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 不能再失去另外一个人 再借可能也就是借两万块钱吧 借不了多少的 因为我家里的亲戚没有一个 说超过十几万的 根本都没有 借万块钱的话 我跟我老婆还是没问题的 还是 反正家里的人都知道 我这样的情况 就算黄的妈 他们也不会催我 一出这样的事情 我顶都顶不住 带着给妻子收拾好的衣服 和自家的鸡蛋 谢志军去县城赶火车来 妻子行动不便 还需要他照顾 他必须当天往返 不能在家过夜 看着匆匆忙忙的谢志军 两位老人有些手足无措 对孙子和重孙的惦念 必将伴随他们以后的每个日夜 谢志军知道 如果孩子没了 这个家也就垮了 虽然花了很多很多钱 虽然老大还是不幸夭折了 但是呢 我们的记者啊 还是得来了最新的好消息 也就是谢志军家的老二 现在状况非常非常的不错 在这呢 我们也祝福他们 希望能够早日的康复 然后像一个正常的婴儿一样 我知道嘛 秘书长 您手里边有一张 对于很多家长来说 叫救命的表格 这是早产儿的申请表格 您给大家讲一讲 这个表格对这些早产儿 和他们的家长有哪些帮助 首先我们把这个表格填写完善之后呢 我们会再像新浪啊 腾讯啊 很多相关的这个地方呢 会有一个展示 那么更多的人会看到 孩子的实际情况 对 那很多有爱心的人士呢 也会愿意伸出手来 那么针对这个案例呢 我们基金也会先拿出来5000块钱 虽然背水车薪 但是至少呢 就是能够带动社会更借的一个爱心 那么填写这个表的时候呢 也一定要注意 就是把您的联系方式填好 因为我们遇到很多家长电话 他写了 写了但是打不通 对 那这样可能我们找您就费点力气 那再有呢 就是一定要有这个证明人的相关的资料 因为我们要看到这些资料的一个真实性 然后一个比较重要的呢 是因为确实是寻求救助的人比较多 原则上讲我们支持的孩子一定是在低保的收入1.5倍的以内的这么一个孩子 对 我想呢 今天看到这个谢之君的故事呢 大家心里边都非常的愿意帮他们一下 那帮助热线 还有啊 他的救助通道 现在已经打在了屏幕的下方 而且我们的编导呢 呃 也一直打这个救助热线 应该留的时间更长一些 我们叫底飞啊 就是底飞的这个字幕 会经常出现他的这个电话号码 呃 希望大家有多大能力 我们就尽多大能力 去努力的帮他们一下啊 呃 李主任啊 我们都知道中国人那句话叫瓜熟蒂落 是吧 谁都不希望自己的宝宝早产 那有什么样的一个避免的方式吗 我们在运期到底应该注意什么呢 嗯 呃 现在的话我们国家的早产率 其实还是不低的 呃 大概的话在6%到12%之间吧 必须差异 呃 说到早产的原因非常的多 呃 要预防早产的话 其实要针对这些原因 呃 预防的方式有这样的 首先呢 他要注意一下自己有一个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 呃 还有的话就主要是要避免一些不良生活方式 这样容易造成感染 感染以后太末早破 然后孩子感染 孩子早产这样 嗯 还有一个就是呃 在怀孕之前的话 我们建议这样的母亲呃 呃 要做好自己身体的检查 一些非常严重的合并症 呃 一些代谢方面的问题 一些血压的问题 血糖的问题 都有可能引起孩子早产 嗯 还要怀孕以后 一定要注意 嗯 要遵循我们的指导 进行一个正规完整的一个产科的一个产前检查 对 这样的话可以发现一些早产的一些苗头 嗯 一旦发现一个苗头的话 对 马上扑灭 这样的话就能避免很多的问题发生 对 刚才实际上李主任也已经把这个数据清楚的告诉大家 有了早产儿 现在的这个科技面前 应该说这个问题也不是特别大 被救助的这比例高达90% 啊 节目一开始呢 我就给大家呃 透露一个小的秘密 嗯 嗯 马秘书长 您家这个孩子 当时好像也是28周就生下来了 也是1400克 跟谢提琴遇到的情况是一模一样 对的 那现在孩子呢 到底怎么样了 我听说您带了一组照片 啊 大家来看看啊 嗯 这是他当时刚出生的情况 啊 就是他四斤出院的时候 因为刚出生的时候 我都不敢拍照片 哦 怕活不下来 哦 就是四斤了可以出院了 出院的时候是四斤 拍的第一张照片 哎呦 对 就是八个月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很壮实了 在小区里也算是比较结实的一个孩子 哎 我觉得挺好的 你说咱们正常的刮熟地落啊 你十个月还没生下 这八个月都会乐 是吧 然后这个呢 一岁多了吧 对 一岁四五个月吧 然后正在走的时候 然后早产的孩子一定要注意 前妻不要太着急 让他们多爬一会儿 慢慢的有这样一个过程 哎呦 北戴河 三岁了 是吗 第一次去海边 然后他跟我说 妈妈踩在沙子上真有感觉 真有感觉 哦 这是四位祖居到地区上的一张照片 这时候应该已经四岁了吧 您别说长得还真挺像您的 这张更大一点 终于有头发了 这是小球 一直是小兔子 要有五岁了吧 四五岁的时候 再来看 哇 大姑娘 这事 七岁了 就七岁了 有自己的想法 而且知道照顾其他的早产宝宝们 这是最近的一张照片 对 难得的一个合影 哦 哎呦 祝福你们也祝福更多的早产儿和他们的家长 他们有父母却被遗弃 为什么拼命我一个人被冤掉 他起跑为生 却收养了十二七亿 很多人遗弃那个云来 就被他紧急带了 在生存的残酷选择中 他们最终存活了下来 他死之前没有叫阿文的家 乞丐妈妈和她的女儿们 六线十二明明播出